教會原文的意思是 這字怎麼唸 艾克利西亞 艾克利西亞這個字分成兩段 一個是艾克 一個是利西亞 艾克是什麼意思 就是從招出來的 然後利西亞就是被招出來的會中 所以就是說從界裡面被招出來的會中 就是艾克利西亞 合在一起就是原先造會的意思 剛剛講到造會主要有兩面 一個是宇宙性的一面 一個是什麼的一面 異方性的一面 宇宙性的那一面 這個弟兄姊妹一定要記起來 就是用主耶穌所講的一句話 我要把我的造會建造在這檀石上 當主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那個造會是單數的 而且那個造會是誰的 是主的 我的造會 那個是主耶穌自己講的 那是獨一的 那地方上的那個怎麼講 什麼題呢 這裡有兩題 他有提到那個 等他有一個一個精準 剛講那個是十六章十八協 還有十八章十七協 那個講到 造教會在實行的時候 有地方性的一面 他提到說 若是有個弟兄啊 會欠了你 你就要十幾下與他溝通 若是第一次的溝通不成功 你要在帶幾個弟兄姊妹跟他有交通 對 若是還是不行的話 你就要從 告訴教會 那個教會就是說 你在哪個地方聚會 就是告訴你那邊所聚會的弟兄姊妹 告訴教會 那就是只能在地方上實行的一面 比如說中只有一個教會 但在實行上 因為我們人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你在美國你就不能在台灣聚會 在台灣就不能在美國聚會 你台灣就只能在台灣的某一個地點聚會 那就受時間空間的因素 所以呢就有地方上實行的一面 那地方上實行的一面呢 他有提到說那怎麼稱呼教會呢 怎麼稱呼呢 就是啊 事實上教會裡面沒有特別特殊的名字 也就是說原則 聖經的原則給我們看 你在哪裡聚會 就是從那裡所蒙召出來的 各種一起聚會 若是要講長一點 我們就是那個 事實上照那個保羅 他在寫信的時候寫給哥林多 從哥林多蒙召出來神的照會 那若是我們在稱台北市 所以我們怎麼叫 從台北市被蒙召出來的照會 那這樣稱呼呢 就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們就簡稱為台北市教會 所以就是以行政區域來定的 在台北市就是台北市教會 所以沒有什麼大安區教會 他是用一個行政區域 基隆就是基隆市教會 那若是整個台島都來看的話 他就是好幾個行政區域在一起 所以當我們看那個 有書上報名 他會寫通緝說 台 灣 縱 召 會 了解嗎 他就是好多 有台北 有基隆 有花蓮 有台南 加起來就是 台 灣 縱 召 會 這個是指的地方上實行的一面 那我們在出現聚會 在中部相當中心的時候 也有一天就問了一個問題 那我們有遇到了什麼 遇到什麼林良堂 遇到長老會 進信會 那他到底是什麼算 就是說所有在台北市教會所聚會的 都是叫台北市教會 那有些團體呢 他是林良堂 他是長老會 他是錫安會 他是某某會 都是在台北市教會聚會 都是台北市教會 那有些會說 那我們是其中的一個圈圈嗎 不是喔 照著神經的真理 我們乃是所有在台北市聚會 在台北市聚會都是台北市教會 所以我們不是這麼多圈圈裡面的 其中的一個圈圈 因為在實行上 有些他們的看見 就照著他們所看見的有一些的實行 看見長老智慧的原則 所以他就對這個真理很看重 就成立了這樣的一個教會 由以往這樣一直連續下來的 但是呢 我們呢 在我們的角度裡面 剛剛 我們剛剛用節錄的信息有提到說 要 要保愛在其中的弟兄姊妹 照著基督來接納他們 我們彼此無事不相來事 就是說 喔 你在那裡去 那我們不一樣 謝謝 不是啊 我們還是要需要跟他們有交通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只是呢 他們在實行上 有一些的不同而已 但是我們盼望說 更多的人看見真理 看見主那個明確的話 因為永遠提到說 聖經是我們獨一無二的標準 就是因為有許多人的實行 加進去就有一些的混亂 所以我們來看教會呢 我們在有三點書推薦給結局 一卷故事啊 剛剛董昌有揭入這些 是基督的配偶 是基督的身體啊 是新造 是新人 這些都在哪裡出來呢 都是在已無所出 若是你一讀已無所出 一到六章讀完 他就是講到神在心目中 那個屬天的教會是長怎樣的 就是已無所出描述的最清楚 但是呢 人在實行上就會有一個人的因素進來了 一實行出來就會有難處 你就看哥林多前處 就是如果當這個人在那裡實行教會生活的時候 因著彼此有一些以往的生活背景 就實行出好幾多 他說十大難處還是十一個難處 就實行出來 那就是在哥林多教會所看到的教會生活 也就是說有人針對他所看見去實行 就會有許多的難處 所以我們要回到幾處 回到神所這個給我們 他心目中所心意的照會在哪裡 那更正確的實行就是在羅馬書 羅馬書有三章一定要讀 一個就是八章 一個是十二章 一個是十六章 這個秩序啊 是有一個完美的秩序 我們要實行照會生活 一定要八章有生命之類的律 在那裡轉身 然後才能帶到十二章的身體生活 因為身體生活 首先講就是要是身體線上 我們心思要更新而變化 然後我們靈體要活樂 我們得救是先靈體得救 然後文理變化 最終身體要改變形狀 這是得救的過程 但是身體生活是要倒過來的 是要身體先線上 就是要先跟丟子面在具體中有份 然後因著這個聚集 一過照會生活以後 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情感 我們的意志就會變化 然後呢 我們的靈就越來越火熱 所以我們在過照會生活不能倒過來 等到你有感覺才去告訴過照會生活 是不行的 是要有時間就要把身體線上 所以我們常常也有聽到 聽說我的靈與靈同戰 你們去參加我靈與人同戰 這當然好 但是不是很好 最好身體跟靈都與你們同戰 有相調就一起去 有什麼交通就一起去 這是最好的 感謝主 所以以上這幾個跟丟子妹 有一點分享